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第二个环节的继税 也就是委托加工环节的继税规则 这一块应该说是我们消费税里最为重要的一个考点 每年大题一定会涉及到它的 里面的规则比较细致 内容比较多 希望大家全部的细节都要掌握 首先来看一看真假委托的判定 在消费税里委托加工这件事 非常非常的严格 一定得满足条件才行 他强调要委托方提供原料和主要材料 售托方只收取加工费和带电部分辅料 这样的业务模式才叫真的委托加工 举例 比如说A发出一批材料 让B来帮他加工高档化妆品 那么强调的是原料和主要材料一定是A提供的 B就是干活 当然在干活的过程中可能会垫一些辅料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主料一定是A来供应的 这是真的委托加工 那咱们才能够适用之后所说的 消费税委托加工的那一套积税规则 那如果换一个模式呢 比如说由售托方来提供原材料 B既提供材料又干活 那这个不就是B自产自销吗 对吧 相当于你自己生产了高档化妆品 自己卖嘛 那就应该按照售价去计算增值税 计算消费税这些东西去 或者说你再玩一玩其他的这个手段 说我先把材料卖给A 然后我再接受A的委托来加工 换仓不换药 或者说干脆 这个B以A的名买进来原材料生产 这都不行 这都不是我们说的消费税里真的委托加工 好吧 真的委托加工 必须得是委托方提供原料主要材料 售托方直加工和带点辅料 好 这是一上来的真假判定问题 然后接着咱们再来说一说 纳税身份的判定 如果说是自产自销 说B自己生产出来高档化妆品去卖 那么他作为销售方 他既要交增值税 又要交消费税 对吧 所以他是两个税的纳税人 卖方是纳税人 但是真的委托加工就不一样了 你比如还是刚才那个例子 A委托B来加工高档化妆品 那A就是委托方 而B呢是受托方 这里头谁是消费税纳税人呀 注意 是A 因为A你买了原料主要材料 你发给B 让B帮你加工 B给你干完活以后 东西你收回来 这东西归你呀 是不是 所以消费品是A的 那你就应该对这个消费品来纳消费税 所以委托方 他是消费税的纳税人 但是这个税款呢 通常不是由他来直接缴纳的 因为我们认为 这个税款呢 它可能会在咱们交易的过程中流逝 因为A你自己没有生产能力嘛 税务也不知道你生产高档化妆品这个事 他就没法去特别监控你 对吧 但是税务知道B是一个加工厂 它专门加工高档化妆品的 所以B更容易被监控 那干脆这样好了哈 咱们从税款产生的源头 就把它蒸上来 也就是A 你发出去材料 委托B来帮你加工 那么B在收加工费的时候 多收一块钱 把那个 你A应该叫的消费税 也一块收了 然后帮你代收代缴好了 所以在这B 作为受托方来说 它是消费税的代收代缴义务人 或者简称叫扣缴义务人 但注意身份不一样啊 A是纳税人 A是消费税的纳税人 B是消费税的代收代缴义务人 那是不是B一定要做这个代收代缴呢 也不是 如果B是个人 包括个体户 那么它是没有这个义务的 我们信不过个体户啊 信不过个人的 是吧 干脆就让A自己交好了 所以就要看情况 但如果B不是个人啊 那么他就有这个代收代缴义务 那接着我们再考虑 这个B收加工费 是不是还要交增值税啊 所以受托方B啊 同时还是增值税的纳税人 就他收取的加工和辅料的费用 按照加工修理修配老五 去交增值税去 这就是纳税身份的判定 这个事很重要 要搞清 接着我们再具体来分析一下 委托加工环节里的计税规则 首先 如果委托个人 包括个底户 来加工应税消费别 这个应该由委托方 收回后自行缴纳消费税 刚才我们强调了 是吧 A委托B来加工 B如果是个人个体 那我们信不过他 不让他代收代缴了哈 那就A自己收回来 消费别以后自己交税好了 那如果是委托非个人个体 加工呢 那B不是个人 那这时候B就应该履行 代收代缴消费税的义务 那什么时候代收代缴呢 是在向委托方交货时 代收代缴消费税 也就是说 你生产出来这个产品 只要没有交货 那对方就没有纳税义务 你也就没有扣奖义务 好吧 一定是你交货了 他要代收代缴 他要交税 也就是换句话说 A是不是只有收到货的时候 他收回来货的时候 他才产生那是义务啊 那没收回来的不用交税 这个道理要讲通 然后接着 受托方B要代收代缴消费税了 但什么来代收代缴呢 这儿强调了啊 两种情形 首先是受托方同类价 没有的用租价 所以要看一看啊 咱们这儿用的是谁的同类价 是B的同类价 是受托方同类价 是吧 为什么要用他的同类价 因为他本身就是个加工厂啊 他平时可能卖一模一样的东西出去 好 那他卖100万 那咱就按照100万来给他计税 好了 这是受托方同类价 好 那如果他给A是专门定制的一个产品 他自己啊 B从来没卖过同样的东西 好 那就用组价 好了 那这是B的代收代缴的算法 那接着 B如果他不是个人的话 那他有这代收代缴义务 但他没做 会有什么结果呢 该代收代缴 但没有去代收代缴 那会受到处罚的 这个处罚的力度就是 应代收代缴税款50%以上 三倍以下的罚款 处罚力度也要记录啊 有时候也会在考题中出现 但如果说B本身就是个人 那他就没有代收代缴义务 当然他没做这事 你也不能罚他啊 这个前提一定要搞清楚 但是接着大家想一想 说罚了B以后 那税款怎么办 税款能不能也让B给交了 这不行 搞清楚身份嘛 是吧 谁是消费税真正的纳税人呀 哎呀 委托方是消费税的纳税人 B只是帮忙的对吧 我们为了防止税款流失 让这个B在税款产生的源头 因为是在B这儿 这个东西变成高档化妆品的 所以在税款产生的源头 让他帮个忙 把税给收上来 他没帮忙 罚他就行了 税还得找A取要 对吧 还得纳税人来交嘛 好那接着 又说到 说对于受托方 没有按规定 代收代缴税款的 不能因此免除委托方 不缴税款的责任 也就是B没给再收 那A自己交税 好了 那怎么交 这儿又特别强调了 说不征税款的依据 那得看检查的时候 他这个收回来的消费品 卖还是没卖 如果他已经卖掉了 那就有售价了 直接按售价计税也好了 对吧 这就一次性 干脆利落了 直接卖了100万 那就按100万计税 那如果收回来的消费品 A还没来得及卖 或者说不会卖了 他又用做别的事了 连续生产别的了 那么这个时候 就要按照组价来 继税 大家看到没有 不同人 他们的继税方法 其实是不一样的 你看 如果是B 帮他代收代缴的时候 用什么价格呀 先用B 也就是受托方的 同类价继税 没有同类价 用继税 那如果B没有代收代缴 那A 自己交税 那先用售价 没售价 再用继税 所以这是两类情形 要分清 并且一定要注意 他们是有先后 适用的顺序的 如果我有收托方 同类价 优先用同类价 没有 才用继税 如果已经卖了 那就优先用售价 没有售价 那就用继税 那有同学接着又说了 如果A从B这收回来的消费品 一部分卖了 一部分没卖 怎么办 好 那就卖掉的那块用售价 没卖掉的那块用继税来积税 好 接着再来看 又另外一种情形了 说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 受托方交货时已经代收代缴消费税了 那我们收回来 要不要再交税呢 A委托B加工高档化妆品 B已经代收代缴消费税了 好 然后A收回来再卖 要不要再交一回 咱这要看价格有没有变化 他说以高于售托方的 继税价格出售的 叫直接出售 就不再交税了 也就是没有加价 这叫直接出售 比如B按照它的同类价 或者是继价100万来积税 高档化妆品的税率是15% 它已经代收代缴过15的消费税了 那这时候A收回来以后呢 把它全部卖掉了 卖了多少钱呢 还卖了100万 那还卖100万没加价嘛 是吧 相当于原来代收代缴的时候 已经缴足了这个税了 好 在A这再卖的时候就不用再交了 但是如果A收回来 卖的价格更高了呢 那他就要交税 比如说A收回来往外卖 卖了150 那这个时候注意 我们要按150去交税 150乘上15%去交税 同时还要把前边已经交过的税 给减了 也就相当于我们加价的部分 那个50 哎呦 捂上了一块税 就这个意思 最终相当于我们这个消费品 是按着多少来寄的税啊 相当于最终是按着150来寄的税 对吧 只不过这150对应的税款 有一部分是再收再缴了 有一部分是我们又加价的时候 又补上了 好 所以是分成了两块来交的 好 这是他的基本规则 好 然后接着再考虑一个小细节问题 就是我到底加没加价 好 这个比较价格的时候 应该考虑一下配比的因素 也就是说 如果我收回来的东西全部都卖掉了 那好说 你看啊 B 帮我 已经按照100万的同类价 或者是足价 代收代缴过 消费税了 收回来的这些东西 我全卖了 卖了150 那很明显 150 和代收代缴的依据 100 相比较 那我肯定是加价了 那我就知道 要几税 我就按150寄税 在减掉前边100那块 交货的税 这就是我现在 新算出来 要交的税 但如果说 我没有全卖了它呢 收回来的这些消费品啊 我只卖了80%的部分 卖了 可能 120万 或者说我卖了100万 那请问 我现在有没有加价 你表面看100万 跟当时的继续依据好像一样 但实际我还是加价了 因为我没有全卖啊 我只卖了80% 那我现在得拿100跟谁比啊 100跟当时继续依据的80%来比 因为我只卖了那一部分 所以说100是大于那个80的 还是加价了 那就继续呗 那我就按照100去继续 那同时再减掉 它80%那块 也就是卖掉的这一部分 它所对应着交过的税块 所以说100乘上80% 再乘上15% 这一部分 好 我去交这么多税 所以配比的问题很关键啊 有没有加价 要配比就考虑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看 委托加工这个环节里边 税额的计算 好 首先继续依据 那咱得看情况咯 如果A委托B 去加工的是一批 这个啤酒黄酒成品油 那这个是从量计征的消费品 那我们要按照数量计税 用的就是委托加工 收回的数量对吧 我发出去的材料计划生产 100吨啤酒 可是这个月我收回来了30吨 那就收回来的30吨来计税 没收回来的先不用计税 这是从量计征 但是大多数情况咱考虑的都是从价计征的情形 或者说复合计征 复合计征也得考虑从价的部分呀 好 那个从价的部分 那个价怎么找呢 还是要看情况嘛 对吧 如果寿多方B帮咱代收代缴 那优先用寿多方同类价 没有 就足价 而如果寿多方没帮咱代收代缴 那咱伪多方自己交税 自己交税怎么交呢 那就已经销售的用售价来计税 没有销售的 或者用于连续生产的 总之就没有售价的 那咱们就按阻价来交税好了 好 这是两种不同情形下的计税规则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 B根本就没有这个 代收代缴税款的义务 B是个人个体 那也是由咱们A自己交税的 自己交税还是售价或者租价 好那注意这里边的组价其实是一样的 那咱们来具体分析一下 这组价到底怎么组 首先啊 这个组价公式 对于一般的从价计征的消费品来说 它比较简单 是用材料成本加上加工费 除上一减消费税比例税率 这样来得出的 先记住这公式 一会咱们会具体分析它 怎么去应用啊 好 这个公式是从价计征的情况下用的 那如果我是复合计征的 卷烟和白酒怎么办 你除一点消费税比例税率 只是把从价的那个消费税 涵到足价里了 那从量的那块呢 一样啊 跟之前生产环节 是从销售计税一样 就是足价公式的分子上 还得加上一块从量税 对吧 用你委托加工的收回数量 去乘上它的定额税 算上从量税 加到分子上 然后再一起去除 一减消费税比例税率 这样就把从价和从量的消费税 一起都喊到足价里头了 所以你看足价公式的基本内容 就是材料成本和加工费 咱们把这两块内容找准了 足价就没问题了 但这个情况呢 它又比较复杂 咱们得稍微多说两句啊 首先材料成本 注意材料得谁提供啊 得委托方提供啊 是不是 你A委托B来加工高档化妆品 原料主要材料一定是A提供的 那么这个材料成本 就是委托方所提供的 加工材料的实际成本 那实际成本 你说我买材料的时候啊 还付了运费 运费算不啥 要算上啊 买材料的运费 要一块寄到成本里去 另外我买材料也好 这个付运费也好 其实都有增值税进向 对吧 那个增值税算不算到里头啊 注意啊 那个我可以抵扣的增值税 是不能放到材料成本里的 但是不能抵扣的增值税 要含进来 比如说我买了一批材料 我拿到的是普通发票 是吧 它又不能做抵扣 那这时候我就 价税合计 一块寄成本 但如果说我买的是 这个材料拿到了 一般纳税人开的专用发票 上面写着价格100 税13 那注意这个 13就不要算到材料成本了 能抵扣的金项不算 我们只要这个100就可以了 有运费吧 运费加上 运费的金项 能抵扣也是不算的 好 这是材料成本 这一块啊 注意是A 是运费方 它的加工材料成本 好 另外就是 A确实提供了材料 给B 但是呢 它没告诉B 这个材料的成本是多少 那B 将来再给它 收贷缴税款 用组价的时候 它那材料成本数据怎么来呀 它没有是吧 没有怎么办 没有就找税务来核定 材料成本 有哪的税务来核 是运费方那 还是受费方那 注意 是受托方所在地的税务 来核定 因为 B 作为扣脚义务人 他要带收贷脚税款了 是吧 那这个税款 肯定是交到这个B的所在地 交到他这儿的税务 好 那他没有材料成本数据 当然是他的税务机关来 给他核了 这个要搞清楚 但是前提 材料一定是A出的 只不过A 没有告诉B 材料成本的数据而已 这个前提要搞清楚 好 材料成本 知道它的构成了 然后再来看一看加工费 好 那加工费当然就是B来收的 受托方收取的 这个收取的全部费用 它包括 带电辅助材料的实际成本 因为它除了加工以外 还可能会垫一些辅料 这些钱都算到加工费里头 但是也不包括增值税 增值税要剃掉 好 这是组价的规则 基本数据的构成 然后接着 咱们必须得给点实力 大家才能有真正的感受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些例子吧 说 甲公司将一批成本为100万的材料 运往乙公司加工高档化妆品 支付运费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出名价款10万 好 那请问 材料成本是多少 那首先 这个甲把材料运到乙那儿 去进行加工 那我们肯定是要看 甲提供的这个材料的成本 那直接告诉我们 材料本身的成本是100万 那这个成本 含不含增值税啊 当然不含了 因为你那个税 肯定是做了镜像抵扣的 然后你剩下的部分 才叫成本 对吧 所以成本这个数 它是不含能抵扣的增值税的 另外我还付了运费 这个运费算不算进来 要算进来 并且这个运费啊 不光是你买材料时候 那个运费 也包括你把材料 运到加工厂运费 好吧 通通的都算到材料成本里去 那这儿的材料成本 就是110 好 运费这块的增值税 咱们也是不考虑的 它不用放进来的 因为那个增值税 也有专用发票 非抵扣 能抵扣的增值税 不放进来 好 这是第一个情况 然后再看第二个 说假公司将一批成本为100万的材料 运往以公司加工高档化妆品 支付运费 取得小规模纳事人开具的增值税 普通发票 著名含税金额10.1 算吧 这个时候运费也要寄到材料成本里 并且这个运费呢 咱们不能抵进项 那就所有的金额 包括不能抵的增值税 我们也要放到材料成本里去 好 这是我们的材料成本 好 再来看第三个情况 说假公司采购一批材料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著名价款100万 另外支付运费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著名价款10万 这儿并没有直接告诉你材料成本是多少钱 而是让你去判定 反正我买材料付运费都拿到了专票 那么上面的增值税 当然都能抵扣了 那我就拿这个勿含税的金额做成本好了 包括运费 100加10 就是110 作为材料成本 好 再来看一个 更复杂一点的 说假公司采购免税农产品 开具收购发票 著名买价100万 将材料运往以公司加工高档化妆品 支付运费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著名价款10万 看起来跟上一个差不多 但是你要小心了 他这儿说的是免税农产品 拿到了收购发票 上面有买价100 大家注意 免税农产品 咱们可以凭收购发票 或者是销售发票 去计算抵扣金项 所以这100万不能全计成本 是吧 这100万里头 有一部分是可以做进项抵扣的 另外一部分积到成本里 好 那这个进项计算抵扣多少呢 9%或者10% 但现在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它就是10%做抵扣 因为你这个农产品 已经领用去深加工 13%税率的货物了 对吧 所有的消费品增值税率 一定是13%的 好 那么这儿 我们肯定是要比10%的进项 好 也就是进项是10 成本就是90咯 所以这儿我们寄到材料成本里的 部分是90 另外再加上运费 运费也是要不含税的加款 因为税是能抵扣的 好 所以最后我们的材料成本 就是100 这一部分就结合上了 我们之前所说的 这个免税农产品的增值税 计算抵扣的规则 可以复杂一点 好 再来看 第五个 说假公司收购一批烟业 支付收购价款100万 价外补贴10万 另外支付了烟业税22万 将材料运往乙公司 加工烟丝 支付运费取得了 增值税专用发票 证明价款10万 跟上一个相比呢 它又稍微复杂了一点 其实我们说了 烟业也是一种 面税农产品 它也应该是 计算抵扣镜像 但是它的 镜像在计算抵扣的时候 买价构成复杂一点 我买烟业 你看我花了这么些钱 有收购价款 有价外贴 还有烟业税 注意这三块 都要作为买价 都要作为买价 拿它们一起 去成10% 做镜像抵扣 剩下的部分 就是成本 所以烟业的买价 是三合一的 比一般的 免税农产品 构成复杂一点 那就是我们整体的 烟业买价是132 那这132里头 有10%做镜像抵扣 那剩下的90% 计入材料成本 然后再加上 这个运费 就是我们的 整体的材料成本 所以种种情况下 材料成本 这个数据的 一个确定问题 咱们就说完了 要搞清楚 接着在这儿 还有一个特别的提示 就是配比原则 在我们委托 加工计税里的应用 这块其实也是挺重要的 会影响咱们最终的计税 我们来总结一下 什么时候会涉及到配比 A 委托B 来加工 高档化妆品 那么B 如果生产完了 这个消费品 它只发了一部分给A 那么这时候 请问 它需要就全部的消费品 积税 还是只就发货的 这一部分来接 当然只有发货的 这一部分了 因为我们强调了 委托加工 一定是收回来的时候 才产生拿税义务 没收回来的 就没有拿税义务 相应也就没有 偷奖义务 所以只有收回来部分 要积税 比如说 咱举个例子 A 委托B 加工的这批 高档化妆品 那么B 都加工完了 100项 那这100项 B的 这个积税 依据 红类价 100万 但是B现在只发了 一半发给A 那么这时候 你就不能拿100万去积税 就得拿50万去积税 比如还是高档化妆品 15%的税率 那这 你就要考虑 积税的时候 收回的部分积税 没收回来的 不用积税 这个规则 这个规则 这是第一个配比 然后接着 我们这个50箱 发给A了 A收回来了 然后接着 A 把它去给卖掉了 但是没有全卖 它卖了 这个80%的部分 卖了80%的部分 卖了45万 好 那请问 它要不要积税 还是得考虑 这个比价 是吧 我们说收回后的消费品 已经扣掉过税款了 那我还要不要再交税呢 要比价 比价的时候 也要考虑配比 因为我只卖掉了85% 我这个销售价格是45 那我要跟 当初它积税依据的 那个对应部分来比较 好 当时的整体积税依据是50 那其中的80%部分 应该是40的积税依据 那我现在的45肯定大于40了 好 所以我要计税 至于价价 那就按照45去计税 直接乘15% 但是要减掉 原来对应的部分 已经交过的税 那对应的部分 已经交过多少税了 就是 50乘上80% 再乘上15% 好 这就是我 回来以后 加价销售 它要交的税 那接着 还有一个情况 说收回来的这50箱 高档化妆品 我卖了80% 卖了45万 另外的 20% 我自用于连续生产 高档化妆品了 那怎么办 你看 我收回来的这个 高档化妆品 假设是高档香水精吧 那么它是交过税的 我又用于连续生产 高档香水了 那么这时候 将来卖高档香水 要交税的 对吧 没问题 那现在我这高档香水 已经交过税了 怎么办 能不能让我抵税呀 要不然不就征宠了吗 确实是的 确实是的 所以我们让你抵税 后边会专门有一个 这个知识点 咱们会讲到它 现在咱们先提前剧透一下 用了20%去连续生产 消费品了 我们可以让你把 相应的消费税 给抵掉 那用多少 抵多少倍 你用了20%是吧 那就抵税抵20% 原来交了多少税呀 原来一共你交了 50乘15%的消费税 好 那现在用了20% 连续生产了 那就这20%的税 给抵掉 好了 所以你看 这些地方 是不是都考虑了配比呀 再强调一下 三个配比啊 没收回来的 不用寄税 收回来的才交税 所以要跟收回的数量 去配比 另外就是 收回来以后 我再去销售 有没有加价 这个是否加价 要跟它对应的 积税依据 去进行比较 要配比 再有就是 我收回来的消费品 交过税了 我又去连续生产 消费品了 它是要按照 生产领用数量 来抵税 用多少 抵多少 也是要考虑配比的 这些问题 当然现在你可能不是那么的清晰 回头会通过不断的做题来强化 会越来越清楚的 咱们现在简单的了解 后边都会工夫再说 好 那接着 我们来看一看相关的 委托加工环节的一些题目 一个单选题 下列单位不属于消费税 纳税人的是谁 A说 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的单位 A委托B来加工 谁是消费税的纳税人呀 但是A是吧 委托方是消费税的纳税人 所以他是 另外 进口应税消费品的单位 我进口一批高档化妆品 进口啤酒 那谁进口 谁来纳税 因为进口也是一个消费税的纳税环节 另外 受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的单位 受托方 他不是消费税的纳税人 他可能会是消费税的扣奖义务人 另外 生产销售应税消费品的单位 金银首饰除外 注意啊 这个金银博钻首饰食品 他们是在零售环节交税 那除此之外 这个消费品应该是在生产环节交税 没问题 他们属于消费税纳税人 所以这不属于纳税人的就是 C 受托方 他是消费税的扣奖义务人 或者连扣奖义务人都算不上 如果他是个人 他都没有这个义务的啊 好 再来看一个多选题目 说关于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的消费税处理 下列说法正确的有谁 A说 委托个人加工消费品的 受托方应代收代缴消费税 A委托B来加工 B如果是个人或者个体啊 那他是没有代收代缴义务的 应该是委托方自己交税 所以他说受托方代收代缴错了 然后委托加工的加工费 包括代电辅助材料的实际成本 没错 组价里边咱们用到的加工费 肯定是加工实际收的钱 以及辅料的金额 C说 受托方没有代收代缴消费税税款 委托方应该不缴税款 受托方不再不税 没错 即便说B有这个代收代缴税款的义务啊 他没有做这个事 没有做这个事 你得他处罚好了 50%以上三倍以下罚款啊 但是这个纳税义务应该还是在A这儿 A去不税 受托方不用不税 B说受托方已经代收代缴消费税的应税消费品 委托方收回后 以高于受托方寄税价格出售的 应该申报缴纳消费税 B已经给他代收代缴过了 但是A收回去又加价了 加价了还得缴税 当然最终只是对加价那块去缴税 并不是全部金额都要再缴一遍 以前缴过的不用再缴了 好这个也是对的 对这儿说法正确的BCD三个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个计算型的单选题 说假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二年三月外购一批材料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注明价款30万 税款3.9 将该批材料运往仪企业 委托其加工一批鞭炮燕火 取得运输公司的运费增值税专用发票 是小规模开的 注明运费1万 然后取得了仪企业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注明加工费2万 通通都是专用发票 然后说假定仪企业 无同类产品对外销售 问他当月应该代收代表多少消费税 告诉我们鞭炮燕火的消费税率是15% 好在这儿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个业务就是一个典型的委托加工 加买了材料 委托乙来进行加工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说这个乙呢又没有同类价 乙有代收代表义务 那应该优先选的是乙的同类价 没有的话就应该组价来代收 那组价公式就是材料成本加上加工费 除上一减消费税率率 关键这个数据怎么着 首先材料成本 材料成本我们说到了 它应该是包括运费 不管是买材料的运费 还是你把材料运到加工厂的运费 都应该算进来 另外呢 它不包括允许抵抗的增值税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的材料价款本身30万 不要那个税 然后运费呢还有一万 应该一共材料成本是31 好 而加工费呢 加工费应该包括辅料费用 但是也不含增值税 这儿呢没说什么辅料的事 那就不用管它 加工费就是二 所以我们的这个材料成本加工费都有了 那消费值税率直接告诉我们是15%了 好工事 好了 这样就可以算出来足价 好 有了足价 直接再去乘上15% 就是它最后应该再收再缴的消费税 所以这道题目的核心问题 就是材料成本的这个金额确定 难度也不大 好 接着再来看一个稍微复杂一些的 关于白酒的这个积税问题 说贾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酒厂 21年9月委托乙酒厂为其加工10吨粮食白酒 注意看细节啊 贾 委托乙来给他加工白酒 说要加工10吨 这是发出去的料计划生产的这个数量啊 说贾提供的酿酒原料采购不含税的金额20万 另外支付了运费取得了增值税专用发票 注明价款1万 所以材料成本的金额已经有了 那就是21咯 含运费但不含增值税 好 然后乙酒厂收取加工费 并开了增值税专用发票 注明不含税的加工费18万 辅料费用2万 那也就是辅料费也算加工费咯 一共就是20万 都不含增值税 所以不用管它就是20万 好 又说 21年12月 咱们收回未托加工的白酒5吨 你看 续细节啊 发出去的材料计划能生产10吨 但是我们现在只收回来了5吨 也就是收回来了一半 又说 以至乙企业无同类产品销售价格 则乙企业12月份应该代收代缴多少消费税呢 告诉我们白酒的消费税率 是20%比例 加上五毛钱一斤 好 那现在我们来考虑一下 首先这是一个真正的委托加工 加提供原料 主要材料 乙来干活 加工和辅料 好 那么这个时候乙应该代收代缴消费税税款 优先选用的是乙的同类价 没有就用组价 这儿肯定考的是组价 那这个组价公式呢 应该是材料成本加上加工费 再加上从量的消费税 去除上第一件消费税税率 应该是这么来组的 因为复合计争的卷烟白酒 它的组价公式永远要加上一个从量税在分子上 好 那么接着我们就往里套好了 材料成本是多少呢 材料成本 二十一 是吧 有运费的金额 所以材料成本是二十一 然后加工费包括辅料 一共是二十 好 同量税是多少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问题了 说如果这个同量税 我们就拿收回来的这个物对你来算 那跟前面那些数据它能配比吗 不行 咱们就得考虑一下 你看啊 我们这发出去的这些材料 还有付的这些加工费 它是十吨白酒的钱 可是最后我们收回来了一半 那是不是按理说这个东西我只能要一半的呀 所以注意咯 材料成本也好 加工费也好 我们可以都要一半 都变成一半 然后从量税呢 那我也只要这个收回来的这一部分 也就是五吨的这个金额咯 好 那就是五吨 一吨是两千斤 好 一斤是五毛钱 是吧 然后注意我们还要除上一个一万 给它换算成万元的单位 因为前头材料成本也好 加工费也好 都是万元哈 你这儿是个圆的单位不行 都得换算成万元 然后去除一减消费税率 这个是20% 好 这是你组出来的价 这时候你组出来的价 是不是才是那个五吨的组价呀 才是五吨的组价 或者有的同学说了 我能不能一下子 所有的把十吨的这个组价给组了 我再一起乘上50%啊 也可以 也可以 但你这时候 你材料成本要整体的 加工费也要整体的 同量税也得要整体的 然后你算出来的组价 它是全部十吨的组价 再用最终的这个结果 去乘50% 算出来的就是一半的 也就是五吨的组价 好 这点要注意配比啊 收回来的部分才要组税 好 那整个的 这个收回来的五吨 组价有了 用它乘上20% 这个就是我们的从价税 然后再加上同量税 好了 这个同量税 当然还是原来这一堆咯 一共收回来了五吨 一吨等2000斤 一斤五毛钱 再除上一万 换算成这个万元的单位 这就是我们一企业 12月应该 带收带草的消费水 好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你看有这么多的小细节 问题需要把握 读题的时候 你稍微看漏一点 结果就错了啊 如果你没有注意这个五吨 是不是你就按所有的数据 去给它读价了 好 这个题目 自己刻下动手做一做啊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道 多选题目 这道题目它的问题啊 是下列描述正确的有什么 那这样的题我们建议先看一下选项 知道它大概问的方向 这样我们独体干的时候 就可以朝这个方向啊 就进行一个处理了 好 他说 假企业不需要缴纳消费税 然后C和D又说 假应该交消费税多少钱 又说 李企业应该代收代缴 多少消费税 好 到底交不交税 怎么交税交多少的问题哈 好 来分析一下 说这个题目呢 上述的金额都是不含增值税的 实木地板的消费税率是5% 说假企业是一般纳税人 二年一月外购了成本260万的原木 委托乙企业加工实木地板 支付了加工费的金额15万 注意这儿 是假委托乙来进行加工 那没有特别说明 我们认为乙 它就应该代收代缴 好 这个消费税了哈 那代收代缴的时候呢 咱们有售托方同类价 优先用同类价 没有同类价的时候 用组价 那接着这儿就说了 已知一企业同类实木地板的 销售价格为300万 那有同类价当然优先用它 那那个组价所需要的数据 什么材料成本啊 加工费啊 自然就没用了哈 所以这个地方 大家一定要把题目读完整了 咱们再去看到底用哪一套方案啊 好 接着又说 假企业 当月收回全部地板 并且销售了70%的部分 取得收入350万 那你看 以这儿应该是 一开始就在这个 它这个地方啊 以同类价来代收代缴了消费税 那接着 加把这个货收回来以后 又卖掉了一部分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比价 看有没有加价哈 如果没有加价 是直接销售的话 就不需要再交消费税了 如果加价啊 相当于我们加价那一块 还得再去交一个税 啊 好 那接着分析吧 以价按同类价来 给它代收代缴税款 那自然是用 同类的300万 去乘上5%来算 而接着 假收回来以后 卖了70%的部分 卖了350万 那现在我们要拿这个卖价 去跟谁比较呢 哎 去跟当时代收代缴税块 依据的70%去比较 啊 这才具有可比性 要配比着来比 好 当时那个计税的依据是210万 他这儿350万 肯定是加价了 那么我们就用350万 乘上5%来计税 然后再减去那个210万 原来已经交货的 相当于加价的部分的140万 要去交了一块税 所以这个地方肯定是 以要代收代缴税费税 假呢 收回来以后再销售 也需要交税 哎 交的是这个加价部分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委托加工环节的计税 啊 这个主体内容介绍完了 当然这里头的这个信息量比较大哈 大家可能在学的过程中呢 一遍学下来呢 未必能够把所有的东西都掌握的 那么的精准 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再做一个收尾 我们再复习一下哈 看看到底这一块 咱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首先就是委托加工里头 一上来 我们千万不要想 当然就按着委托加工去做 因为有的时候题目会给你个假的委托加工 要分清楚真假 那真的委托加工一定是委托方提供原料 主要材料 受托方加工啊 包括点一些辅料的这样的情形 我们才能按照之后的技术方法去处理 那接着在继续的时候 我们要看一看到底委托给谁来加工 如果委托给个人啊 当然包括个体咯 那这时候我们委托方自行纳税 好了 A委托给B个人 那咱就自己纳税 如果委托给C个人 委托给B工厂 你公司了 好 那这时候B 受托方要代收代缴税款 那代收代缴的时候 优先用的是受托方同类价 没有用组价 如果他应该代收 但没有去履行这个义务 那要受到处罚 就是应收未收税款 50%以上 三倍以下的罚款 这个处罚力度也要清楚 另外就是 如果B没有代收代缴税款 那我们罚了他 没有帮忙 这个事 但是税款应该还是由A 来自行缴纳 也就是委托方自行缴纳 好 自行缴纳的时候 如果收回来的消费品 已经卖掉 按售价来计税 没有卖掉 按组价来计税 好 这是一个情形 那接着还有问题 就是B 如果已经给代收代缴了消费税 那A再收回来 以后继续去操作 要不要计税 那得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了 A收回这东西 如果直接销售 没有加价 就不用再计税了 如果他加价销售 那么要计税并且扣税 也就是按我们加价 以后的售价算税 同时在减掉原来对应的部分 已经缴纳的税款 所以交几税 好 另外还有 就是我们收回来的 这个已经交过税的消费品 又用于连续生产 应税产品了 比如我收回来的高档香水精 又用来生产高档香水了 那这个时候呢 将来的高档香水卖掉 还要交税 那现在我们这高档香水精 这个原料已经交过税了 那避免重复征税 咱就要把它 那个相应的税款给扣掉 所以有一个扣税 或者叫抵税的规定 这是咱们要特别关注的 并且在这些地方呢 我们强调了配比的原则 配比的原则有三个 记得吧 我们说这个 作为委托方 他只有收回来的消费品 才产生拿税义务 也就是B 才产生这个扣缴义务 没收回来的 这个是不需要计税的 这是第一个配比 那还有就是 我收回来以后再去卖掉 有没有加价 这个事儿 咱得配比着来比哈 跟他卖掉的那一部分 所对应的那个计税依据 去比较去 另外就是 如果我收回来的 计税产品 有一部分 又拿去继续生产 应税产品了 那么我这有扣税规定 扣税的时候 我们也要讲究配比 就是用了多少扣多少 我收回来的部分 用了20%去连续生产 高档香水了 那么这20%部分的税 我是允许扣的 所以配比的原则 在委托加工里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块 接着 我们知道了 基本的计税规则以后 又特别强调了 它的组价公式 这个组价 我们注意 两处有应用 一个是受托方 没有同类价的时候 用组价 一个是委托方 自行拿税的时候 他没有受价 也用组价 这个组价公式 一般情况下是 材料成本加上加工费 除上一件消费税率 但如果是卷烟 白酒这些 复合集中的消费品 那我们需要在公式的分子上 再加上 从量的那个消费税才行 这是组价 接着就是组价公式里的 那个数据的来源 注意 材料成本 是委托方提供的材料成本 它呢 包含着我买材料的运费 以及把材料 运到加工厂的那个运费 但是不含那些 允许底扣的增值税 另外就是 加工费 它含着辅料 但是也不含增值税 这个不含增值税的事 咱们要关注一下 这是关于委托加工环节的 继税规则 大家把这张思维导图 给它搞清楚 基本上的点就没问题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